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新组讲加瓦系列基组教程 那么本次课我们的主题是方法的覆盖 那方法的覆盖呢是基上一次课对象间的继承 我们对于这个继承的一个隐身版 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所谓对象间的继承是指子类继承负类的 属性和行为也就是继承负类的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当然是指非私有的 如果是私有的成员变量和方法呢 我虽然可以继承下来但是却不能够调用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方法的覆盖 那么在继承中它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方法的覆盖首先要出现对象间的继承 它跟我们之前讲的方法的重在 是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最明显的不同 就是我刚才说的覆盖是必须发生在继承之中 那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学习的方法的重在 所谓方法的重在 反映是在一个类中出现多个同名方法 方法的名字相同 但是参数不同 即参数的个数顺序数据类型不同 好,这个就是方法的重在 那么方法的覆盖呢 我用一句话来解释方法的覆盖 所谓方法的覆盖 是指子类重写负类的同名方法 子类重写负类的同名方法 这里也说明哈 方法名是相同的 但是跟方法的重在不一样的地方是 方法的重在是指一个类中出现多个同名方法 而方法的覆盖 却指的首先有对象的继承 也就是子类和负类的存在 然后呢,再是子类重写负类的同名方法 接下来呢 我就用代码来解释一下 这个方法的覆盖的概念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不再用记事本来完成这些demo的练习了 我们选择使用一个Java的ID集成开发环境 叫做MyEclipse 当然MyEclipse呢 是在Eclipse基础之上 MyEclipse集成了MyEclipse的插件 而形成了这样一个MyEclipse的开发平台 Eclipse呢 是这个IBM公司 花了4000万美金打造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从打造开始 就是面向开发人员免费使用的 所以在这个平台基础之上呢 有很多公司还有开源组织就开发了一些插件 插件的话呢 装载到这个MyEclipse之上就相当于增加了很多功能 装载到Eclipse之上就增加了很多功能 比方说这个MyEclipse就是增加了MyEclipse插件的Eclipse开发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我之前好像是在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课中使用过 后面就一直没有使用了 那今天我们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当我打开这个MyEclipse这个开发平台之后 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左侧是package explorer 就是包的这样一个试图 那中间这一大块哈 就是我们开发用的一个试图 那右边这个outline呢 是输出的一些东西 那等到我们真正开发程序的时候啊 会看到这边有东西 那下面这一块呢 其实是problems 就是开发的程序中存在哪些问题 错误和警告都会显示在这个problem的试图里面 那java doc呢 其实是一个java文档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declare是其实声明 那我们最常用的是problems 还有一个试图叫做 我们打开window菜单 show view有个console控制台试图 好我把它打开 那如果我们要在MyEclipse里面 开发程序首先要建立一个项目 java的工程项目 之前呢 我用记事本来敲代码 只是在建类 而并没有建项目 OK 现在我们在package explorer 这个地方空白处 右击选择new 我们可以创建很多的项目 比方说java项目 eJB项目 企业级应用项目 web项目 还有web service项目等等 当然在这里 我们现在一直学习的都是java基础 所以呢 只需要建立一个java project 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test1项目 所以我建呢test2 展开看一下 它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叫做src 就是一个包 java有个包的概念 它用包来组织不同的类文件 记住包 那这个src呢 就是专门放java原文件的 还记得吗 java的原文件是以点java来结尾的 那它会编译成点class文件 最终我们运行的其实是点class文件 那这底下呢 是代表这个项目 引用的是哪个jdk 哪个jdk 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菜单preference 这个地方是myclips自带的jdk 但实际上呢 我可以选择 我已经装上的 jdk之前是在c盘 program files java 然后展开有个jdk1.6.0.21 好 添加进来 OK 选择OK 这个时候呢 请把刚才我自己的安装的本机的jdk 引进来 而不是引用myclips自带的jdk OK 好 看到这个地方 jresystemlaborate 已经变成了哈 我自己安装的jdk1.6.0.21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原文件里面 原文件 这个原文件夹里面 建加瓦类 当然 请记住 刚才我说了一个包的概念 加瓦呢 是用包来组织加瓦程序的 这个包呢 非常类似于操作系统的文件夹 那这样子 我就又记src 选择new new什么呢 package 这个package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层 比方说 com.sindy.pkg1 pkg1 这个实际上呢 com.sindy.pkg1 就相当于 com文件夹下 又有一个sindy子文件夹 sindy子文件夹下呢 又有个pkg1文件夹 当然 大家如果为了方便起见呢 可以只建一层 比方说只叫pkg1 也可以哈 我们开发人员呢 因为比较喜欢用很多层 代表不同的含义 那现在我就建这样一个包 com.sindy.pkg1 好 接下来我要建加瓦类 就会在这个包之下建 那又记这个com.sindy.pkg1 选择 新建一个类 就是new class class的话呢 嗯 我这有个负类 有个子类 假设我就叫father类吧 这个father类 我并没有建 梦方法 接下来 我再建一个类 叫做 sang sang的话呢 有梦方法 其实梦方法仅仅只是一个程序的执行入口 它在哪个类里面 我就去运行哪个类 接下来 sang类 继承了father 继承了father 还记得继承了expans father 接下来 我在father这个地方 针对于mike lips来说 它有个保存的快捷键 叫做control加s 我基本上保存都是 用control加s来保存 接下来呢 我在father里面 声明一个方法 叫做print方法 print方法 接下来哈 在里面只输出一句话 father类的print方法 father类的print方法 接下来 我就要来看一下 子类 我们方法的覆盖是怎么一回事 方法的覆盖记住是 子类重写 负类的同名方法 接下来 我就想问一下 father类呢 有一个public的 并不是private的哈 是public的print方法 那接下来 我的sang 继承了father 是不是sang 也继承下来了father的print方法呢 答案是对的哈 答案是对的 我的确继承下来了 但是 我子类仅仅只是继承附类的方法 我就不可以重新再扩展自己的方法吗 就像你继承了你父母的东西 但是你也有你很多自己独特的东西 那答案是肯定的 好 我写上一个public printer 但是这个print方法的体 我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比方说上类的print方法 好的 像在这样子哈 在father中有一个print方法 在子类中也有一个print方法 它们的区别在于方法体不同 但是方法名相同 这种就叫做覆盖 方法的覆盖 这就是子类重写附类的同名方法 我们又叫英文又叫override 子类重写附类的同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叫做子类重写附类的同名方法 如果我没有这个方法 其实我也继承下来了一个print 但是子类又重新写了print方法的方法体 就意味着我子类拥有了属于自己的print方法 因为我继承了一个print在这个基础上去重写 所以就叫做方法的覆盖 接下来我在论方法里面 上 obj上 等u 上 接下来obj上点print 好注意我这里是得到了一个上类的对象 obj上 接下来obj上点print是不是会调用这个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要运行这个类的话有 在这个mike里面上面有个绿色的三角形 点击下拉框有个run earth java application 看一下控制台 输出了上的print 如果我子类没有重写 复类的方法 就意味着我其实是继承下来的一个方法 继承下了复类的这个方法 运行一下看看 哎 出来的是father print 因为子类会原封不动的 因为没有重写嘛 就会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复类的这个方法 好继承下来的其实是属于子类的哈 得到了一个方法的copy 但实际上呢 输出了这个print中的father print 好 我一旦覆盖了 覆盖了复类的同名方法 那么我现在调用的就是我新覆盖的方法 好 这个就是方法的覆盖 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 方法的覆盖 有一些原则 那么覆盖的原则是什么呢 方法覆盖的原则第一 第一请注意是参数 方法的参数 必须 子类方法的参数 必须跟负类 保持 一致 请注意 必须跟负类保持一致 第二 第二 子类方法 的修饰符 的范围 必须 大于 等于 负类 同名方法的 修饰符 好 第一个 子类方法的参数 必须跟负类保持一致 当然 在这之前哈 他们的名字还得保持一致 好 名字必须保持一致 在这个基础之上 子类方法的参数 必须跟负类保持一致 如果 我这个print 写了一个 int x 请注意 这个时候就不能叫做 方法的覆盖 但是它并没有报错 显展看 为什么 好 我的上 继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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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继续下来了一个不带参数的print呢 好 我已经继续下来一个不带参数的print 现在我又写了一个带参数的print 它们方法名相同 但是参数不同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方法的重在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想要实现方法的覆盖 必须让子类方法的参数跟负类保持一致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修饰符的范围不能小于 或者是绝对不能小于负类的这样一个修饰符 比方说 我把它变成private 这里就会报错了 鼠标移上来 它说我不能够降低这个方法的这个修饰符的可见性 我不写修饰符也不行 因为修饰符范围最大的就是public 所以我必须大一等一 我也只能写public 这个就是方法覆盖的原则 好的 这个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介绍了方法的覆盖 所谓方法的覆盖呢 是指子类重写附类的同名方法 那么复写同类的同名方法的时候 参数必须保持一致 而且名字要相同 而且子类方法的修饰符的这个范围 不是方物 是范围 必须大于等于负类同名方法的修饰符 这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那下次课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